前几天同学打电话问我 雷克萨斯ES和奥迪A6R买哪个好才是正确的 那么首先我先问一下 视频前进入前的粉车朋友和老铁 如果让你选择 你会选择雷克萨斯ES 还是会选择奥迪A6R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有没有买过 开过这两款车的车主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宝贵的建议 帮助帮助他 谢谢大家 首先这两款车 雷克萨斯是纯进口的 是不是 丰田的高端车型 高端品牌 车子是卖的很贵的 由于有这个运输费用 进口税去到我们宽敦 卖的很贵 其实在日本本土呢 并没有那么贵 你要说品牌豪华 影响力还是奥迪更好一些 如果是商用 跑长途 接待个人了 要个面子 要个排面 还是豪华成途 还是奥迪A6R 他能给你这个排面 是不是 雷克萨斯的车子是不错 但只适合于家用 商用的话 接待跑长途 他不行 知道吧 也就是说你跑长途 要个底盘扎实感 支撑性 还有加速好一点的 那你选这个奥迪A6R 如果是你纯纯家用 偶尔跑长途 不商用的话 雷克萨斯也可以 但是雷克萨斯 买就买260版本 或者说是那个 TSS 双筋混动都可以 但是那个200是不能买的 200是个2.0升 自然吸气匹配 CVT变数箱 咱不能花30多万 40万买个2.0升 和CVT变数箱 那那花不太大了 是不是 买就买这个260 2.5升的自然吸气匹配 爱心8AT变数箱 再不就买那个300 那个300呢 是这个双筋混动技术 丰田的双筋混动 是很优秀的 早在1997年 第一代 丰田普贵师车身上 聚用了双筋混动系统 到现在饭头 第四代什么时候用油 什么用电 什么时候双筋混动 就是由这个 它有个核心技术 叫吸气区的动力分别系 来指挥的这个系统 非常不错 而且油耗拼的动力很足 买就买这个2.0版本 或者是300版本 并且是家用 那么你能信得着算 你就买这个双筋混动 信不着呢 你就买这个汽油版 2.0版本就可以了 别的没啥 知道吧 也就是说区分一个 你的家用和商用 就是这样 如果说是后期 稳定性上 肯定是雷格萨士更好一些 发动机变速箱 更加的耐照 车子也很保值 奥迪呢 这车的虽然动力很好 扎实感非常好 是跑高速排面都很好 这就是说 前期五六年 或者十万公里之前 不会有任何问题 就怕后期发动机 这个怕丢酒 剩机油 11888发动机 它这点后期的稳定定 它是不如雷格萨士的 所以说两台车的各有优点和缺点 如果长时间使用不换车 家用 我建议才选择雷格萨士 也是260版本 或者是300都可以 那你有开过 或者买过再两口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